什么是中位数 所谓中位数就是一组数据从小到大排列中间的那个数字 但是有的时候一组数据是楼数的话 就是中间两个数字相加出一二 知道了定义就很好求了 这篇经验将进行介绍 一 一组数据是基数所谓基数也就是单数了 还是一句例子比较清楚 比如原始数据 十二十六十八十七十我要看中心排列一下 怎么排列呢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排列完数据是重新排列 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十 二 排列完之后就要看这组数据有几个 我们可以数一下是五个 五个中间的自然是第三个数据为中位数 算法 五加一 斜杠二等于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组数据的中位数是六十 一 一组数据是楼数所谓楼数也就是双数了 还是据例子比较清楚 比如原始数据 十二十六十八十七十五十我要看中心排列一下 怎么排列呢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排列完数据是重新排列 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二 排列完之后就要看这组数据有几个 我们可以数一下是六个 算法 六加一 斜杠二等于三点五 这个三点五的数字是哪格呢 如果算的数字是类似这样的就要选择这组数据中的第三和第四两位 三 我们知道中位数字只有一个 这出现了两个怎么算呢 很简单两个数字相加出以二 本例 五十加六十 斜杠二等于五十五 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也就是五十五 一 特殊数据所谓特殊数据就是一个数字 在这组数据中重复出现 比如原始数据十二十二十三十二十二十二十 要把它重新排列 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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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十 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十楼数 计算方法为 六加一 斜杠二等于三点五 这个时候第三和第四两个数字都是二十 那么这组数据的中位数就是二十 计算方法相同 一双旨 二十三 十二十二十十一 中心 一双旨 四十五 二十二十七